笔电的散热膏要怎么换? 今天因粉丝要求更换微星雷影172023 让我们用简单6不将CPU温度降低3.2度 轻松提升笔电运行效率 笔电散热膏更换升级教程 都在主页教学合集 也可在评论区提出你的型号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第一步,事前准备 笔电更换散热膏所需工具比较多 除了散热膏与清洁擦拭纸之外 有了拆解小工具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若不想分别采购 可以在主页或评论区直接购买组合套装 第二步,拆机可与电源 拆电脑前强烈建议先洗手 或是戴手套,防静电手环来消除静电 笔电背面朝上 用BH0型号螺丝刀 依次移除底盖上13颗螺丝 这边建议使用磁性收纳垫 避免螺丝混淆或遗失 准备好三角翘片和翘棒 从机身顶部插入三角翘片 连四周划开 翘片插入后 上下翘洞 可以更容易打开底盖 打开底盖后 用翘棒将电源线拔除 用翘棒顶住接口两侧向外推即可拔除 拔除电源后 记得按住电源键15秒进行放电 第三步,拆散热器与清除就散热膏 用翘棒拔出两侧散热风扇的电源线 移除两侧散热风扇上的四颗固定螺丝 按照数字顺序 依次拧松散热模组上的六颗防托螺丝 这边特别要注意选择品质好的螺丝刀 如Cooling Monster Combo 01 并且在拧螺丝时 螺丝刀垂直与水平面施加压力 以避免螺丝滑丝 双手抬起散热器两侧缓慢失利 即可卸下散热器 注意右侧风扇上的排线 提前将其从里线槽中取出 为了更有效率清理就导热膏 我们推荐使用Cooling Monster Clean 01散热膏清洁擦拭纸 若怕弄脏手 可以戴上我们套装附赠的一次性手套 这里可以看到 经过长年累积的使用 散热膏已经变干 散热效果也有所下降 需要及时更换散热膏 再将散热器上残留的散热膏擦干净 第四步 清理风扇灰尘 我们使用防径电刷和压缩空气进行清理工作 用PH000型号螺丝刀 移除风扇上的6颗螺丝 移除风扇 使用防径电刷 清理扇液和散热膏组上的灰尘 使用压缩空气 记得要隔一小段距离 以避免液体喷出 使用压缩空气能清理细节 显著提升清灰效率 上述清理工作完成之后 别忘了清理背板上的灰尘 第五步 涂抹散热膏 这里我们使用了 COOLING MONSTER COLD 01高性能散热膏 散热膏过多过少都不好 适量挤一点即可 也可以直接使用单点式涂法进行涂抹 涂抹散热膏 涂抹散热膏时 需要将刮刀用力下压抹平 第六步 装机 接下来按照远路依序装回 将风扇重新组装 轻轻放回散热模组 轻轻放回散热模组 接下来的螺丝拧制气氛紧 等全部锁上后再拧紧避免过多硬力 锁紧散热风扇的固定螺丝 插回两侧风扇的电源排线 最后将电源线插回主板 按下电源键开机检验正常 盖回笔电后盖 扣牢卡扣 拧回后盖上的全部螺丝就大功告成了 关注我告诉我你的笔电型号 我来帮你让它重获新生 你倒借了 当然 包商讯